我們剛剛的這個公式 如果要把它變成VBA的話 那當然 如果有可以替代的那個 函數的話 那我們直接可以 但目前來看的話 似乎沒有更好 VBA更可以直接取代的函數 所以我們直接 就是直接把那個 Dedif的公式直接輸出到 到這邊了 做的方法其實我們前面有做過類似的 所以我直接輸出給各位看一下 那這邊的話 把它直接執行 清除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就直接把剛剛的公式 直接做輸出 輸出到這個範圍 那做法呢前面我們有做過類似 其實這個還蠻好用的 就是如果我今天有個公式 直接要把它 輸出到這個範圍的話 那 那前面有講過 第一個 我們一樣是 在那個先開啟 Visual Basic 一樣就是在這個地方 我前面講過 插入一個模組 所以按右鍵插入模組 再來就是插入兩個 因為我需要兩個按鈕 所以就是插入兩個 這一個 SUB 那做法的話 因為我們有 假設我需要是兩個按鈕 一個年齡 一個年齡清楚 所以我們第一個 我是建議如果你要做的話 你可以先寫比較簡單的 是年齡清楚 那年齡清楚的話 其實 就利用前面講過的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回圈範圍 就是我要清除的範圍 是這個範圍 那我可以 4i 等於什麼 哪一列到哪一列 第15列到第19列 所以我 4i 等於什麼 15 4i等於15到19 這個是它這個列的範圍 然後 Enter兩下打一個NAS 清除的話 我可以把 哪一列 第i列的哪一欄 第H欄 所以我這邊的話 可以寫一個叫 Sales 瓜糊 第i列的H欄 裡面的資料把它清空 這樣的話 按 年齡清楚 這個範圍資料就清空了 那再來 如果要把那個 年齡這個按鈕輸出 就是它會 幫我把剛剛的公式 丟過來的話 那你其實可以簡單的方法 就是可以直接把這個公式複製一下 貼到底下 那直接把那個 清除這兩個字 delete掉 OK 那 跟清除最大的不一樣 主要是在這個地方 就是 雙引號裡面 如果你沒有放任何東西是清除 但如果你要放 裡面是放什麼 放公式的話 那我們直接就可以輸出結果 但是我前面有講過 我如果要直接把這個公式 這一串公式 放到哪裡呢 放到這裡面來的話 那你記得 有兩個地方要特別注意 第一個的話呢 如果它這個公式裡面 有雙引號的話 記得要把這個一個雙引號 改成兩個雙引號 這個是第一個規則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裡面這個列號 我要把它改成I OK 所以呢 第一個 我如果要把它 一個雙引號 改成兩個雙引號 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先把這個公式複製一下 取消 第二個的話呢 你可以把那個 紀事本的部分 把它叫出來 那紀事本的話 你可以把那個 紀事本 假設我開一個 開一個空白的 你可以把這個公式貼上之後 利用它的編輯裡面一個取代 一個雙引號把它變成兩個雙引號 OK 前面也講過啦 這個方法是最簡單的 全部取代 這樣的話呢 它就會一個雙引號 就通通變成兩個雙引號 那這樣的話 如果你把它複製 貼到那個Visual Basic裡面的 這個雙引號裡面 貼上 這樣子其實就完成第一個步驟了 不過你現在執行的話 它應該輸出會有看到結果啦 不過 輸出的結果 全部都是 48歲 9個月有20天 為什麼 因為主要 你第二步還沒做 就是 要把 這一個列號 B15 這個15 要把它變成什麼 變成I 因為它必須要跟著I的列號 去向下 改成下一個 也就是說 現在這個是B15 下一個應該是B16 下一個應該是B17 應該這個數字要 一個一個的往下去 去改變 那這個改變的話呢 當然可以根據什麼 根據這裡面的I這個值 其實也就是說什麼 把這個15 在這個位置 把它放I 到這個裡面來 這個變數 當然這個變數要把它放進來 我前面講過了 你不能直接就把I放進來 而是必須要怎麼樣 把這個字串 因為它是一個完整字串 切開來之後 放這個I 那當然有個口訣蠻簡單的 就是第一個 找到你要變更的列號 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再加兩個AND 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I 那這個動作呢 其實還蠻像剛剛 把Dedif公式 放進來這個過程 現在還蠻像的 差別是 在Excel裡面 是放一個公式 那這邊的話 是可以放個變數 那有個地方不一樣 就是AND的前後 一定要加空白 所以最後的話 記得呢 在AND的前後 再補上空白 OK 這樣的話就大功告成 那後面的話 因為有兩個15 所以 我前面講過 比較 聰明的辦法 就是你不需要重做 但你也可以重新再來過 就是你可以把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移到中間 再加一個I 然後把它控 空格開來 但是這個方法 有點浪費時間 因為如果假設你的 那個 裂號特別多的話 那其實蠻花時間 你另外一個方法 可以把這個 雙引號到雙引號 這個範圍複製 直接貼到這個裂號上面 把它貼上就可以 這樣就大功告成 所以我們把這個做完之後 再把它執行 你可以看到這個就結果 另外你可以把什麼 把這兩個SUB 利用什麼呢 利用那個插入 前面有沒有講過 插入這個 表單控制項 這邊呢 就會 有一個按鈕 你可以利用這個按鈕 再增加兩個按鈕出來 直接指到 剛剛我們產生兩個SUB 就完成了 完成之後 直接就可以按下這個按鈕 就可以 OK 就可以把公式 直接輸出到這個範圍裡面了 就完成我們要的結果 請各位試試看這個部分好了 OK 那另外順便提一下 就是 這個地方跟前面 有一個地方 蠻常 蠻多同學問到 就是說 因為這個 這個程式太長了 如果說你假設要看到最右邊 經常需要這樣往 右邊捲動 那如果說你希望怎麼樣 可以讓它換行的話 比如說換到下一行 但是如果你把它換到下一行 Enter之後 你會發現它程式就出錯了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隨意的Enter的話 它會不知道說你上一行跟下一行 其實是接在一起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讓它上一行跟下一行 能夠接在一起 然後讓它換行的話 有個小技巧 就是說呢 一般習慣性是找到那個 i 前後 一般我習慣是找到 i的後面這個 and的符號 然後請你在and的符號的右邊 這邊有個空白 就是and的右邊空白 移到它的右邊 它就會把上一行跟下一行當成同一行 這個可能要特別特別注意 記得就找到什麼 找到and的右邊空白 的右邊加一個底線 關鍵就是這個底線 空白右邊加一個底線 主要是這個地方加底線 那加了底線之後你按Enter 它就會把上一行跟下一行當成是同一行 OK 那這個是一個規則 這個其實也沒什麼太大的道理 其實就是它想出來一個規則 那如果你將來不想要讓程式 就是每次都要折行的話 那其實捲動的話 你就直接在and的右邊空白加一個底線 那就可以讓上一行跟下一行 它會適成同一行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把那個dative部分 把它再轉換成VBA的公式做輸出 這個部分請各位試著把它完成 那完成之後的話 也許可以再看看那個後面 有幾個常用的這個函數 包含像E-Day 像Week-Day Week-Day剛剛有用 YMD剛剛有用到 那 其他的話還有計算公時 叫Net-Work-Days 就是兩個日期 計算完之後的公時 總共有幾天 或者是哪一天 其實這兩個蠻接近的 一個是最後 兩個日期相差的公時時數 一個是多少千之後是哪一天 OK 那請各位先把剛剛dative完成 再試試看其他比較重要日期時間函數部分